白鐵局高雄運務斷 今天上午發生了一名零行吊車工 在屏東的潮車車輛基地檢測斷的時候 整個人是被夾在了兩個車廂的中間 轄區的消防局貨報趕到 趕緊把人救出來 現場的狀況 馬上連線給記者邱軍平 來告訴我們 現在主播畫面上看到 這個貨報趕到的消防隊友是快動作的 要把人從兩個車廂中間移出來 先帶您來看現場的情形 今天上午台鐵局高雄運務斷 這名零行吊車工 在屏東潮州車輛基地檢測斷 進行車廂更換吊車作業的時候 突然傳出人被夾住的意外 消防隊把人救出來後緊急送醫 家屬接到消息後 也趕到醫院在外面交集的等候 只不過這名零行吊車工 因為傷勢過重 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讓家人是相當的難過 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公安事故 台鐵局目前還在了解調查中 好的 以上是現場 為您掌握的最新訊息主播 可判別的地方 我和你來看 怎麼看 積慮了 為你拍到 積慮了